视线转向伊朗 昨天伊朗在首都德黑兰 举行了建军节阅兵式 虽然伊朗每年都会举行建军节阅兵 但是今年的建军节阅兵 正值地区局势的微妙之时 尤其是在前不久 美国和伊朗互贴恐怖组织标签的背景下 因此备受外界关注 据报道 当天的阅兵式展示了伊朗国产的战机 以及导弹 潜艇 武装车辆 电子武器系统等 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讲话说 伊朗的武装力量不是针对地区国家的 地区国家面临问题的根源 是在于以色列以及美国帝国主义 鲁哈尼还批评说 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是可恶的 是对伊朗的侮辱 美国方面近日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为中东多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为由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方面随后将美国中央司令部 及其驻西亚军队认定为恐怖组织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和阿曼18号还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以及海上救援演练 伊朗每年分别在4月建军节 和9月两一战争纪念日举行阅兵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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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